希望你 被这个世界爱着 希望你 忽然也是幸福的 还记得这支影片吗 这两个月好多人在问这支影片里的主角 福星去哪里了 怎么都没有后续 他回家了吗 还是怎么了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福星的近况 如果你支持我们的受养工作 你还可以加入会员 可以读上很多会员影片哦 福星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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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瘦了哦 好可爱 为什么变瘦了 我一直说要减肥 哇 减得很好耶 怎么那么厉害 你现在是不是有腰症 怎么减的啊 带他真的晃晃晃 带他去健身房 晃晃晃晃 他也一起健身 对啊 福星他们在周末的野餐 对 反射啊 你说这种变红了吗 对啊 他本来是全白的 他本来是全白的 对啊 他本来很白耶 他本来很白 他本来又这一条 我们本来以为我们摸张了 欸 我喜欢的 洗洗澡还是一样的颜色 对耶 他本来是全白的 怎么变黄色的 怎么变米色的 怎么变米色的 不知道啊 他就会直接去 他流口水了耶 他流口水了耶 他流口水了 他流口水滴下来了 哈哈哈 我今天吃很多了 好好吃 因为我昨天想说 第一种他15.8 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吃一点那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你来为他吃 他现在已经知道有食物他要先坐下 因为老母都会叫他坐下 灿啸 好棒喔 还躺下来慢慢吃 好棒喔 那你自己是医生对他的脚伤 我看了他的S光我整个吓到 我想说 这也太惨了吧 应该是很厚的 因为就是一边是骨盆碎掉 一边大腿嘛 算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两个腿是吧 但看起来很长空啊 哦 所以他也不只一只腿有问题而已 他另外一只腿有问题 五边的骨盆 然后右边的大腿 那他散步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他就是比较慢而已 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会比较慢 但是他那个 其实也还OK 他就慢慢走慢慢走 因为他碰到 他看到有兴趣的东西 就会自己狂奔起来 哦 他也是会狂奔的 他会狂奔 因为他都会看路人有事 就会被路人吸走 嗯 他也会看路人 会 然后他就会用祈求的眼神看着路人 但路人要东西吃吗 他就一直这样看着 他也没有干嘛 他就这样一直看着 然后路人就会说 好可怜喔 我可以给他吃东西 好可怜喔 好 我要去快乐器 我们现在在华山这边 就在台北店的旁边 所以要带他回店里去看看 要去慢慢别哭欸 什么样说他也住了两次 对啊 我第一次带他回去 玩东西的时候 我还边走边跟他讲说 我们要去慢慢别哭 啊我没有帮你送回去喔 我们只是回去放东西喔 你要跟他解释清楚 对 你抱的看起来很轻的样子 蛮轻的啊 因为走17公斤 啊对啦 撿一下肥也好 这样比较好抱 哇不然他原本那么胖 对他的脚也是很负担欸 主要是因为对他的关系 是因为医生说要 噢啊那你大家会被骂喔 真的 脆皮 脆皮 好了好了 你不是这样对学长吗 好了来 伏伏来 伏伏来 来 我有牵手 好凶他现在 哎呦 好难耶 你太嚣张了吧 你拜托一下好吗 你太过分了 有家就这样子了不起喔 你拜托一下 你的鼻子这样子 好凶 好凶 神父星 他也就起来 大家都要问平心来平心 他现在焕然一行 他现在人超难 臭嘴 你真的很凶欸 对 你坐好你坐好你坐好 好妈咪摸摸 好 我那时候当志工来看苦心的时候 他跟小狗 小狗反他 他其实都还会稍微忍一下 我觉得至少可以忍了十几分钟 然后如果他真的受不了 他就会自己起身 那他今天说 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会这样子 我不知道你问他啊 欸你兄弟 你不需要忍耐对不对 你在凶什么 这些小屁孩我再也不用忍受你们 你看你骑牙的 牙齿亮晶晶的 白帅帅 好了 还是洗牙就变凶了 是这样子吗 回家咯 回家了狗狗 回娘加油 他们家里住的店里不远 好 如你要表演穿背带哦 来 好角角 好棒 另外一个咧 妈妈可以好 好 好准备好了吗 角角 好 他现在脚胶就会放上来 OK 一二三 哎哟 好棒 好走 每天这样子几次 起码两次吧 哇 谁要很强而有力 但他瘦了两公斤 真的是比较好背 我只能这么说 好乖哦 他都不会乱动耶 对啊他习惯 因为每天都这样背 爸爸有时候就不会背 爸爸有时候就直接用抱 直接抱也可以哦 可以 但我手会摔 哇 他现在都不会震 他现在就挂在那里 我的主业是急诊科医师 那通常急诊上班时数 比较长要12个小时 可是因为我现在的 每个月的班数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需要这么长时间 不在家的时间 一个月就比较少 那爸爸的工作又是 就是他比较在家里工作为主 所以他陪复兴的时间 其实比较多 不上急诊的时间 都会带复兴出门 那最常就是带他去健身房 因为我的健身房是私人的 所以可以带狗狗去 大家都很爱他 就是大家都会跟他玩 他来健身房 就是当自己家 会东跑西跑啊 东看西看 大家去他都很开心 其实没有养过狗 就是我成年以后 就觉得我这辈子一定会养狗 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样 其实就是那时候去让他当志工嘛 然后那时候就是看到复兴 就想了一想 就开始问房东啊 跟同住人讨论这样子 然后他就决定要立养他 邻居不在他会这样 他会站在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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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一直看着这个门 对就像这样 想说为什么没有人开门 哇好棒喔 邻居在草皮啊 你刚不是有看到邻居在草皮吗 管家公又不好听到是谁 但还好这邻居这么喜欢狗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幸运 对 一开始因为其实志工来家房的时候 有提过因为浮行关节的问题 然后他车祸的问题 所以其实不适合爬楼梯 那我们那时候也有讨论过 但是我跟爸爸就觉得 背他爬五楼应该没有那么难 因为他那时候大概17公斤吧 然后就大概可能35磅 我就觉得应该是还OK 因为平常在训练健身的时候 就是这个重量拿得蛮习惯的 所以我们就去买了一个背带 就是这样每天上楼下楼背 反正之后也会可能 会再搬去有电梯的房子 那其实背他上下 我觉得是小事太好了 就是我觉得他现在应该 比较有做自己的感觉 然后他是真的亲人 所以他喜欢跟人相处 喜欢跟邻居相处 那我觉得他每天看起来 应该都还蛮快乐的吧 其实我觉得他要的也没有很多 就是这样子的生活 他就很开心了 没有耶 其实他来了 他来了以后差不多都吃这样子 只是今天吃真的比较多点心 有啊 这样吃很好了 等一下 看起来很好吃 看起来很好吃 但今天还有吃蜜蜜 对啊 有 我刚看到他吃了很多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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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没回来 他就一直在等东西了 他就一直站在门 我就说他在等他回来 喂他吃饭 诶 诶 小红瓜 你看 小红瓜哦 诶 诶 诶 你看你讲 我只能少吃东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好耶 你 你这只蔬菜狗 就不用吃鸡肉零食 就直接换成蔬菜超棒的 还要吗 还要吗 你确定 你还要哦 这只狗是不是没有保食中书 那是什么 就是会告诉他饱了 好嘿 对齁 脑中的保食中书 诶 有的狗好像真的是这样耶 保食中书 没有我觉得可能是以前是流浪狗 真的就是要抢所以 所以有吃就会先吃 在这里在这里 好看我 好来 坐下 好棒哦 好棒 好看你看在这里 好 握手 咦 握手 好棒 那红萝卜那么难你吃的东西 他也会吃嘛 他也会吃 直接吃光光 嗯 我都给他喇喇耶 他就会去骨子 好 一开始其实把福带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一只很压抑的狗 就是他的情绪 感觉都是藏在里面不敢发作 然后 他很乖 可是你会觉得他好像是 因为对生命沮丧的那种乖 一阵子以后就开始觉得 诶 他好像表情比较多了 会绕圈圈啊 会摇尾巴啊 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一次是 就是第一次我工作回家的时候 听到他旺旺叫 然后开门发现他在对我摇尾巴 那个第一次的感受真的很深 就觉得哇 他好像有把这个地方当他的家了 他好像现在有比较能够表达 他自己的情绪了 应该也不像以前那么亚裔的这样子 我想要跟他说 就是前七年他很辛苦 那希望他之后可以 开心的做他自己 爸爸跟妈妈会努力爱他 对 然后 就请他当小朋友就好了 嗯 大家放心 福星好好到家了 这一次 我相信他可以幸福到最后的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